今天跟大家分享盐水猪肝的家常做法 饭店做的为什么不干不饮还入味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斤的新鲜猪肝 主要是切成大小均匀的一块 放在清水中浸泡三个小时 这样更能去除里边的血水和新气味 准备点家常香料去腥体味 八角桂皮香月 少许的山奈和白芹 适量的干辣椒和花椒 生姜和大葱适量切成片 切好和香料放在一起 接下来开始调味 盐水猪肝盐一定要多放一点 一斤猪肝大概放入20克的盐 5克的胡椒粉 料酒稍微多一点 再放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不要太多 因为今天这个做法 我们是用蒸的方式来制作 接着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入清洗干净的猪肝 然后用手稍微翻拌几下 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烧水蒸汁 蒸汁食材一定要等水开后再下入 这样更好计时 水开后放入锅中 盖上锅盖 保持中火蒸汁25分钟 25分钟后 关火再焖至20分钟 让其自然凉特后再拿出 这样更容易入味 把凉特的猪肝接下来改刀 最好是从中间这样片一下 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把切好的猪肝 简单的摆个盘就可以 当然不喜欢摆的 直接种入盘中就可以了 切好后就可以直接享用了 当然也可以做个蘸水 这样吃着味道更丰富一点 今天简单做一个酸辣汁水 准备大蒜一颗先拍破 然后再剁成蒜泥 放入小碟中 再放入少许的葱花 小米辣一个增加辣味 调味放入适量的蒸鱼此油 盛处稍微多一点 再放入适量的辣椒油 和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即可 放入盘中 吃起来酸辣开胃 非常的过瘾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